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戰國去救卡普,船上有誰才能打贏黑物質 海軍最強戰力空谷徒征,最強幻獸種金剛,將被黑物質奪取 我有兩百讚,我是留言,我是影片,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會找個最有趣的置頂,也歡迎加入我DGR賊王 大家都知道,卡普被黑物質綁走了,大家也很期待海軍會不會來救卡普 怎不可能海賊能有拯救人質的頂上戰爭 但海軍這裡沒有拯救人質的行動吧,那有點太拉垮了 拋開感情部分不談,理論上也應該拯救卡普 因為黑物質就在劇情中表明了,雖然沒有了剋比 但是得到的卡普,他們能更好跟海軍談判 所以不管怎麼樣,卡普一定會跟海軍有接觸 接觸目前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開戰,就是拯救卡普 另一種就是妥協給黑物質一些東西,這兩個我們都會談 我們先談論的是,假設會有人來拯救卡普,那到底會是誰呢? 目前劇情只有給出一組人有嫌疑 那就是戰國跟賀,他們稍早前在海軍本部談論了 十字公會幹掉踢骨這件事情 戰國說要趕緊處理十字公會,接著問了卡普跑去哪 最後得知是風朝島,戰國跟賀都大吃一驚 而這劇情當時就在這告一段落 直到貝加龐克在演講的時候,給到了戰國對演講的反應 他一邊吃著千貝,一邊很震驚貝加龐克所說的內容 賀叫他別噎死了,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旁邊有一小夜市,戰國跟賀在賀的船上要去某個地方 大家看到這裡會覺得是去哪裡呢? 答案目前最明瞭的應該就是,處理十字公會 不然就是拯救卡普了,畢竟前面剛剛在討論這件事情 當然去別的地方也有可能,但去這兩個地方是最合理有劇情連結的地方 雖然這兩個是最有連結的地方,但來的機會也沒有很高 因為不管是黑團或者是施工會,都是暫時不能倒地的團隊 且戰國他們目前的戰力不管來到哪裡,都是會輸掉的 如果不送頭的話,只能去別的地方 但我們今天假設他們真的可以抗衡 且去風朝島打這場拯救卡普之戰的話 那船上還必須要有多幾個人物 如果戰國的船是去風朝島,還有誰可能會在船上? 目前海軍這邊有很多人是忙碌的狀態,不能參與到這場戰鬥中 像是一堆星宗將和黃緣吳老星都在戰國航海的時候 他們都是在彈頭島的 然後志全看起來也一直都待在聖地 目前能用的人真的不多,但說到真的有戰力的可用之兵 大家或許會想到綠牛跟藤武,確實沒錯他們有機會在船上 因為他們在劇情中算是閒置的 綠牛前面去綁架白武之二是成功的 藤武一直也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他們應該算是空閒的狀態 第一、第二、藤武、綠牛 雖然彈頭島有一堆中將跑去支援 但這些中將很多都是新的中將 而在頂上戰爭我們看到的這些中將 很只好是有去到彈頭島 所以他們幾乎有一半也可以跟過去第三中將 當然還有克比那一群人 那群人已經被卡普救過一次了 如果有機會可以找好資源的話 那麼就有機會可以再次出動 第四、克比一群人 除此之外,大家應該都覺得海軍沒人了吧 但大家是否忘了一個人物還是有空閒的 這人可以說空閒了一千多集 卻有著可能不輸次全的戰力 那就是海軍統帥空谷 他一直都沒有在劇情 而且跟卡普也有特別的劇情存在 所以也很理所當然的可以去支援 空谷在劇情是很奇怪的存在 他是一個超強的人物 但是他只出現不到三次 而且都是講講話而已 並沒有展示過實力 但看他的職位還有他強壯的手臂來看 他完完全全有可能是超強的戰力 以他的階級還有可預期的實力 他或許是可以當換黑屋子一人的 而且我覺得他會比不管是騰虎、綠牛、他們 來的更有機會一點 為什麼空谷會是除了克比戰國他們之外 最適合的拯救者呢? 首先就是剛剛說的 黑團他們必須獲利 如果要獲利的話 就不能是卡普這種人來 因為卡普除了談判之外 沒有任何利用價值 何謂利用價值? 黑屋子在稍早前打女帝的時候 就表明他還可以吃下一顆果實 所以如果來的是果實能力者 或許才是最佳答案 不然就會變成克比換卡普 卡普換別人 無限無用的循環 之前說過 戰國果實會是最適合黑屋子的 但其實空谷也有可能有果實能力 且也蠻適合黑屋子的 空谷他目前最有可能的果實能力 就是幻獸種金剛果實 畢竟他的名字就是金剛 且身材也壯得跟金剛一樣 除了這些理論外 還有一個是金剛的證據在於 之前弗朗基在機關島看到了一張設計圖 一個火箭加果實等於金剛背著火箭 也就是海賊坊世界確實有金剛果實 而貝加龐克一直都在研究 抽取果實血統這件事情 所以加上剛剛空谷的金剛理論 這裡很合理可以判斷 空谷高機率就是金剛果實能力者 而黑屋子有暗暗果實自然系 有陣陣果實超人系 如果要對應的話缺的就是動物系了 那哪顆果實動物系配得上他呢? 目前能知道超強的動物系有凱多的果實 但如果黑屋子變成一條龍 那跟他前面兩顆不合適 所以我自己給出最合理的答案就是 戰國的佛佛果實 且還有對應我以前可能在玩的 佛教故事大黑天的伏筆 戰國犧牲絕對是最合適的 除此之外 剛剛說的空谷如果有動物系金剛果實的話 那確實也蠻適合的 畢竟還是個人型 跟暗暗陣陣果實不會有太違和感 第一空谷可能有果實能力 且黑屋子缺的是動物系 再來就是空谷跟卡普其實是有特殊型感的 卡普其實與海軍的一些人都是有特殊型感的 何謂特殊型感? 像是大家熟知的戰國賀爾克比親自 這些都是劇情裡明顯與卡普有蠻多交流的 比較明顯的例子在於 除了親自外 其他上將跟卡普是沒有劇情對話的 這些跟卡普有關聯的人 也是在蜂巢島有劇情的人 像是克比跟親自 還有有機會去拯救的戰國跟賀 很明顯我一天就是故意讓他們有劇情關聯 後面在很好銜接之後的劇情 除了剛剛說的那些人之外 選一個人跟卡普有特殊感情的人物 那可能就是空谷了 空谷在兩次劇情內 有跟卡普劇情有沾上關係 第一次是神之谷事件的時候 當時空谷接到了神之谷要的大戰時 他馬上聯繫了卡普說要他支援 但卡普一點不屑的說不想去 最後空谷說羅傑也會去 卡普二話不說就馬上跑去了 這是他們有過的第一個連結 第二個連結在於海賊王遊戲番外篇 雖然是番外篇 但其實劇情是由韋田親自撰寫的 內容是有一個很強的反派紅伯爵 這紅伯爵很牛 一人批題整個羅傑海團 意思就是他高於羅傑很多 他的劇情是某個情況遇到了空谷 然後紅伯爵打敗了空谷 但是他也殘血了 最終被卡普尾刀送進了推進城 這算是他們兩次的連結 第一劇情有連結 再來就是空谷目前劇情定位很奇怪 他們有明確對手 而未明確對手 像刺拳可能會被薩波或魯夫打敗 報艾斯的仇 或者是黑屋子會跟紅髮打 又或者是伊姆就會跟魯夫打 這種算是可以提前預期的對戰 空谷很奇怪的是他都沒有 什麼劇情他都沒沾到一點 所以他是沒有預期的敵人 這種沒有預期的對手是最危險的 因為他們不會讓你提前知道什麼時候會輸 像黑屋子在打紅髮之前 是不可能會輸的道理一樣 空谷並沒有 所以來到這裡打黑屋子並且輸掉 是不太意外的 畢竟如果刺拳輸給黑屋子的話 那大家就覺得不太可能了 因為他預定的對手太多了 第三空谷沒有預定對手 輸給黑屋子算合理 回到誰會來這邊 第五空谷 目前援軍只有這幾人是比較有機會的人 當然還有一些人 像是黑馬之類的 但是實力關係就不多談了 雖然上面列出那麼多人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一次來 像是有空谷就不能來綠牛藤武的概念 因為這樣黑團一定會被滅團 目前劇情黑團是完全不能輸掉的 畢竟他們最終的敵人可能是紅髮 而且綁架卡普他們也必須獲利 以上就是戰國如果去拯救卡普 那必須要有誰上傳的 大家覺得誰最合理或想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其實除了海軍他們之外 能去救卡普的人也有很多 像是他的兒子多拉格龍 但我覺得龍去救的話有點奇怪 雖然以親情來看就非常合理 但龍給出的劇情表現就是 救人什麼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斑倒世界政府 像是貝加龐克或者是大雄 有危險他都不會去拯救 維田就是給他這個人設 這裡如果他跑來救卡普 會不會有點太奇怪了 但也不是不行就是了 第一 兒子多拉格龍 另一個會去救他的就是草帽團 在艾爾巴夫開始的時候 讓魯夫他們分開其實是有目的的 第一個目的是因為 報紙上有微微的暗號 但知道暗號的人先被分開了 第二個目的可能就是讓魯夫 錯過卡普被綁架這件事情了 畢竟這報紙上面都有寫 也就是韋田故意讓魯夫跟卡普這條路線錯開了 所以魯夫機率也很低 除非之後有機會在連結上 第二孫子魯夫 最後就是我們的紅髮了 紅髮之前就表明說要阻止黑屋子了 他們也高機率會有一戰 如果紅髮也贏了 當然有機會釋放卡普 卡普跟紅髮也算是有緣分的 畢竟卡普之前就一直罵紅髮 說他是讓魯夫當上海賊的壞人 如果紅髮最後救了卡普 不知道卡普會不會懷疑正義 第三紅髮 以上就是除了海軍外 最有可能拯救的人 大家覺得誰最合理或想補充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目前整理下來 我覺得最合適的人會是 戰國大於空古大於紅髮大於其他 再來我們來談談 假設真的沒有人救卡普的話 那黑一團到底要跟海軍談判什麼 開場也說了這並不是假議題 而是黑屋子表明說了要談判 其實黑屋子已經不是第一次要跟海軍談判了 第一次談判是拉菲特跑來勝地 推薦黑屋子當上氣無海 第二次談判是黑團抓到波寧 然後又要跟海軍談判 談判內容是給海軍波寧 然後他想要一艘軍艦 但最後黑屋子踢到鐵板 來的正是赤犬 而這次的人質比波寧的重要性大上幾十倍 所以不可能只是一艘軍艦那麼簡單了 那我們怎麼看出黑屋子想要談判的東西有什麼呢 要直接拆退是很難的 但其實可以往黑屋子缺什麼下去想 目前黑屋子缺的東西有很多 首先就是一顆果實能力了 畢竟剛剛也說了他早已表明還可以吃下一顆果實 但海軍這邊能夠送上一顆果實給黑屋子嗎 目前海軍是沒有公佈他有多餘的果實能力 但如果維田有這種劇情路線 當然可以馬上生一顆給他 只要劇情交代好就好 第一一顆果實 再來就是古代兵器了 古代兵器目前兩個已經公開位置了 黑屋子也要在卡里布的口中得知 第一個就是被藏在河之谷的冥王 第二個是被藏在漁人島的海王 但我想古代兵器是海軍不太可能妥協的 畢竟這是海賊王最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古代兵器 還有我們的歷史本文了 前面討論燒傷人的時候 與之氣球就有討論說 他會不會是海軍的人 確實是有機會的 假設真的是的話 那這塊歷史本文會變成談判的籌碼嗎 我覺得跟古代兵器一樣 海軍是很難妥協的 第三 歷史本文 最後就是黑屋子可能想要海軍的東西 這東西包括很多 像是大家想要海底監獄的某個人物 那就可以直接用人質交易 還有一些海軍可能還沒公佈有價值的東西 又或者說他要海軍不要打他之類的 第四 海軍可能有黑屋子想要未公佈的東西 人質或者是物品 大家覺得哪個是海軍會妥協跟黑屋子交易的東西 或想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必須講一個最慘的事情 那就如果沒人來救卡普 且黑團也沒有跟海軍交易 那卡普的利用價值是什麼 卡普不可能幫助他們 但其實卡普還有一個有機會發生的劇情 那就布寧已經被綁到蜂巢島了 有沒有機會布寧會先竊取卡普神之谷的記憶 讓黑屋子知道洛克斯的動向呢 如果大家曾分析請也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B戰算法人更多人看到 感謝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